台湾处处有爱心 树林区防众业者在富佑节前夕 举办关怀树林儿童爱心劝募园游会 园游会现场不仅有吃有玩 还邀请树林在地表演团体 演出一连串的节目 园游会当天双家的盈余 将捐给台湾儿童少年希望协会 作为照顾协会内灵困家庭儿童之用 有透过管道知道树林关怀站的小朋友 需要我们的协助跟帮助 那我们觉得我们团队的力量也有限 那我们发起了这个园游会 希望在地的乡亲们 能一起来帮助我们树林的在地 这些弱势的小朋友 那我们希望呢 大家发挥各自的影响力 发挥您的爱心 帮助树林关怀这一群小朋友 他们真的非常需要你们的帮助 活动正职清明廉价与儿童节 现场吸引许多家长 带着家中小宝贝一起来逛园游会 不仅台上的表演吸睛 园游会内的摊位 摆满各式各样吸引小朋友目光的 吃喝玩乐 小朋友们更是玩得不亦乐乎 亲子同乐还可以做公益 一举数得 台湾儿童少年希望协会 理事长徐福昌表示 协会长期以来都是靠着各界的善款 才能维持运作 经费上并不充裕 这一次很高兴有业者能伸出援手 一起来帮助弱势的孩童 不管是民间企业或者是 小额的个人捐款 那长期以来 经费上一直都不是很足够 举办这样的一个爱心业务会 来共同为我们 台湾儿童少年希望协会 募这样的一个经费 我们觉得非常的感谢他们 在台湾 许多社福机构 是在企业与大众的帮忙下 才能有足够资金 持续运作 业者也期盼凝聚社会爱心 共同关怀 周遭真正需要帮助的人 数位天空新闻树林报道 谁 标准红报 谁